与施永青对谈 施生,我们今天讲一讲保就业的纾困措施 因为之前特区政府都说了会做第一和第二次 基本上第二次都会接受申请 在这个时候呢? 我自己的感觉中,第二次和第一次其实是一次过上次都已经拿了预算 那些申请的公司只不过觉得它是分两次付款 但是已经是同一个项目里面 我相信是不会改的 其实它已经答应了,亦都从立法会取得钱 所以第二次我认为不变 但是这么大动作 会不会再做第三次? 我认为就不会了 因为当时这样做的好处就可以及时 以及帮助的面会阔 但是之后这些快的行为经过制造之后 一定会发现有些事情他自己觉得 都不用帮那么多 譬如超市 其实人们现在可能帮着超市多了 他的生意不会变差 譬如物业管理公司 他会觉得你什么时候都要交管理费 不会因为有疫情就不用交管理费 所以他便想到这两贩 不是个别做得好的公司 应该整个行业都没有事 他便想不给 但是在几个月前 要他立即判断到这么多事情 如果要逐个行业去检测 可能做得很慢 但是现在经过了三四个月 他会知道 下次做就一定不会像上次的做法 香港的情况和美国 或者有些西方的国家不同 西方的很多国家 人民没有储蓄习惯的 以及每个星期 到星期五都花钱 不失费 基本上都无以为计 所以美国一定要有退休金 我自己觉得 香港原本有一个安全网 只要安全网继续运作 现在这个时候 你是不需要额外派钱 你应该是留多些钱在那里 令到安全网可以继续运作 因为很明显你会看到 接下来政府的收入会减少 出现赤字无可避免 在这样的情况 你是应该留些钱 给真正需要的人 我们现在那个安全网 譬如纵援那些 是在经济好的时候 定出来的 经济不好 如果是一般的情况 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预计 就是 你收入少了 你是不是可以以后维持 这样的水平的安全网 长远你是维持不住的 那你应该做的就是 留多些钱在库房 令到这个安全网可以继续运作 如果发觉不对劳 其实应该 将这个安全网 的标准 降低一些 以令到更多的人 可以享受到 这是一个理性的想法 普通人 疫情来 派多些 派多些 我们不是没有派的机制 如果正常情况 来着经济不好 你应该会预计到 会有更多的人需要 可以换手 跌落网的人会更加多 需要救他们的时间会更加长 一个 合理的做法 但是你要减重缓 以令到更多的人可以申请到 以令到申请的时间 减重缓的意思是 减重缓的额 你老爸失业 老爸会叫你 使用少一点 零用钱 没有那么多 现在不是 老爸失业 派多些零用钱 根本是 跟正常理财 是相违背的 我这样说 当然人们不喜欢 应该趁机会 叫政府派多些 你叫政府派少一点 派少一点 就是我看到 未来会有更多的人 跌落安全网 需要拿钱的 时间会更加长 可能以前 一个人跌落安全网 三个月半年可以 爬起身再 工作过 现在可能不是 不是三个月 可能半年一年 才能够起身 那你是不是需要更多钱 这个是为 有困难的人 着想 你看到政府来着的钱会少 而需要帮助的人会多 需要帮助时间会长 你每一份 派出去的钱 就应该减低 这个是 理性的预期 这样合理 不是呀 派多些 所以我不赞成派 是呀 能够维持原有的安全网 已经不错了 我怕将来 政府 又赤字 钱 又洗 那时候才停止 就迟了 来年度的 施政报告 财政预算案 你有什么预期 我刚才说 应该提醒人民 来年政府的收入会少 需要政府援手的人会多 所以 有一些开支要调整 不是这个时候 拼命增加开支 现在上一次 其实是 使用的钱 是相对多 你说及时救命 救一次就算了 还有救不了 有些公司 他根本生意没有了 你救他 九言残喘 我就认为 一次过都够了 做完上次就够了 好 我们这一节 和施生谈到这里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